大清入关之后 一路席卷华夏大帝 各地带路党 汉奸之多 让满清统治者不敢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 华夏九州收入南中 也是近在眼前 明朝在南方富与王抗 坚持斗争 南明皇帝一个接一个倒下 一个接一个战起 贵王猪游南城帝 改元永利 得到大西军归顺 大西军李定国和另一支看清势力 正森英勇奋战 最后能否开启幻想剧情 成功光复大明 这还要继续看下去 李定国立军图治 在整顿好军马之后 率大军出云南看清 1652年 明军取到贵州进攻湖南 连战连结 拔下树阵 转向湘南 准备拿下从湖南进入广西的门户咽喉 泉州 进攻泉州的明军 用骑袭掠城 再配合大部队盟工 迅速夺下泉州 随后明军开进阎光 阎光为捍卫贵林的前沿要塞 大清定南王孔友德 得知泉州失守 便率军驻守阎光 明军与清军准备展开演战 两军排开阵型 长枪短炮互相轰击 战时间居然还分不出高下 六军 二军 不准备死了 不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忽然大地震动 李定国所率麾下 在云南集结的民军亦有巷兵 巷兵朝清军阵线冲锋 清军哪里见过这种阵战 阵线被冲得四分五裂 明军顺势掩杀 压垮了清军的士气 有道教练 哇 相当 aye 人费 杰丝 一就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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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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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军古名 明军攻破武圣门 围攻内城近江王府 从武德自知后路已决 于王府内自奔而死 桂林光复 同友队的主力战败之后 明军迅速光复了管西各地 李定国准备挥师北上 进入湖南 因为消息来报 蜻蜓派了一位更大的王爷 率着一支更大的军队 来平定明军 李定国能否再次同修化极 还请下回听见 感谢大家一贯以来支持 如果喜欢的话 请在这儿点个赞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